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什么时候该解码 甚至是什么时候该退场 我相信在这个半个小时节目里面 维序都会很中肯实在的 跟你讲我的看法 提供给你说的教育之路上一个参考 赛全身教育指数今天涨20点 其实昨天跟今天 都在可以让你去验证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老师 或是你看维序的节目 有没有发现跟别人不一样 怎么叫不一样 就是你要验证在盘中看盘的 一个实战的经验 一个实力 我们怎么这么说 旁情路况 我认为仍然是往下的 仍然是往下的 个股起你要华丽的转身 轮动上去你要华丽的转身 看法不变 为什么这么讲 你看昨天 其实在昨天9点8到10点 这个时间点 基本上我昨天在这个时间我也说过 这是检验 你想要加入老师 非常重要的一个检验的时间点 为什么 包含今天也是一样 因为前一天 盘往下偏弱 OTC个股 很多高档出现获利了结的卖压 本来请你要偏多操作的 在9月25号开始请你保守 可是在昨天盘中 9点半到10点 它是跳空往上开的 它不是收盘 收盘之后是一个黑黑棒 它是跳空往上开的 所以昨天盘中是涨什么 涨40点左右 在这个9点半到10点的这个时间点里面 好 你就会要检验一件事情 你的老师会不会 因为昨天往上跳空 就告诉你前一天保守的开始就说 没有 要偏多操作 这种忽多忽空的立场左右 分歧的 一天空 一天多的 你就可以检验 它对于行情入行到底的掌握度有多高 昨天后来涨40点 然后一路沙下跌一点 事实上我续续在9点半到10点 昨天这个时间点就跟同事朋友 报告这件事情了 行情入行那还是往下的 个股你还是要先走一趟 还是要先走一趟 你先可以避开一个风险 而且你是获利了结的 华力的转身那不是很棒吗 所以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还是一样跟昨天一样 还是小涨 还是小涨 那维续的看法是什么 一样 行情入况 当然是往下的 看法不变 个股你都可以先做华力的转身 不然红 请你积极进场的时候 在这里 9月2号 身体后再攻 9月2号在这里 上去 这边请你开始要华力的转身 航情入况在9月20号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要往下 来 9月19号是用9月 对不起请放大 谢谢 9月19号航情入况将往下走 证据在这 9月19号 试用9月20号的日期 航情入况将往下走 各股轮动可以准备 获利下车 动作方向很明确 很明确 9月20号你看 9月20号有多少股票 是在相对的高点 望红 你能不能华力的转身就看你的执行力啊 因为我都有讲 我都有讲 你能不能避开 你看最近 我在友台的电话 谈中连线的时候 我也讲 9月25号电话连线 我说提醒要避开连发科 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华力的转身 在这个位置你可以华力的转身 9月25号 你看连发科 在这 你能避开 这边叫做华力的转身 避开这一段 我在友台 凡中电话连线是这样讲的 他那天还讲什么 你看9月20号 告诉投资朋友 袁大金金冬股要避开 中信金要避开 新光金要避开 有没有就下来 9月20号 黄金路况往下 电话连线也提醒你要避开 两个时间点都告诉投资朋友 连大金 大盘告诉你要避开 电话连线也跟你讲要避开 9月20号 中信金 几乎是相对高点 你都可以避开 大盘黄金路况往下 个股 电话连线的时候 也在提醒投资朋友 要懂得去避开 一样 9月20号 相对的高点 不用卖到最后 你可以避开 不要小看一点点的跌幅 因为你避开了3% 5% 你就多掌握了什么 你就多赚3% 5% 有时候还可以避开了10% 20% 这才是重点 有没有告诉你 你就可以检验这两天 你就可以检验你的老师 数据跟数据是不是一致的 他能不能忠实的带你去做一个合格交易动作 然后对于航行的多空的看法 也没有左右摇摆 我认为在加入老师 如果你要付会费 请老师带你去 在股票市场上去乘风波 或者是我的比喻是开车三路 你要跟对一个领导车队 一个领先市场的车队 他不会忽多忽空 不会该踩刹车 他叫你吹油门 不会该吹油门的时候 叫你刹车的 你至少检验这两个 第一个行情路况的看法 他是不是可以事先 跟你做一个说明与报告 第二个部分 他在讲个股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提出证据 有没有办法提出证据 他是不是拿一堆股票来跟你讲 还是说重点 他认为你必须要避开 像我之前 这边投资片有报告 电话连线的时候 请你避开元大金了 请你避开新光金 请你避开中信金 甚至9月25号电话连线 还请你避开连发科 这些都是在盘中 在连线的时候 绝对都有说过的 你能避开就好 包含我一直在谈的 这边是机会点 这边是机会点 这边两边 却是一个什么 怀疑的转胜的点 幅度 你觉得幅度空间不大 当然重点是操作 你总不能在这边进去买 然后被洗掉 反正要买它买在这一边 买在这一边 那大多数人 搞不好是买在这一边 那你总要做什么动作 滑意的转身吧 两种人 一种是听维序的建议 他有办法自行力的 他可以撞到这一波 这边滑意的转身 第二种人是维序的车队 滑意的转身下来 下来你找本事在做什么低接 这很重要 我跟同事朋友报告 行情路况难以为是往下的 不要以为今天台积电的力多 你就觉得要往上了 你看看 旺红 今天是不是也有力多 上得去吗 上得去吗 行情路况 刚涨16点 现在变涨9点 你还有时间可以跑 你还有时间可以执行动作 可是上9月20号 是最好的关键时间点 很多个股是这样 9月20号是最好的关键时间点 接向电 9月20号 大盘告诉都是朋友往下的时候 很多股票它是跌下来的 9月20号是最好的关键时间点 炎亚9月20号 是不是很好的相对的 怀疑的转身的关键时间点 真的要看一个 懂得操作的 或会分析的 其实你必须要看 他有没有办法让你验证 他有没有办法事先给你报告 我今天会说 9月19号存证稿 是用9月20号 行情路况将要往下 个股要轮动 开始要获利 做一个调整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我对于个股的看法 跟大盘的看法 是不是吻合的 你不能等到什么时候 投资朋友 你不能等到掉下来了 可能破了这个多方的缺口的时候 你才要做停损的动作 才要华力的转身 这边您可以做华力的转身 尤其是9月20号 你可以做华力的转身 你不做 到这一边变成 你要面临到底是小赚小输 还是变成 追到高档变成大亏 这个时候要变成做停损 你觉得哪个不叫好 回去事情就提醒您了 回去事情就提醒您了 包含了昨天跟今天 昨天有往上跳空 往上涨 9点半到10点 我还是在这边跟你报告 请你要华力的转身 行情路况还是往下 最后我也把它杀下跌一点 今天也是一样 刚刚涨了16点 我一样跟你报告 请你要华力的转身 行情路况还是往下的 快打到平盘 我有没有实战经验 我有没有看盘的技巧 我有没有跟你不一样 我有没有跟其他老师不一样 你可以想一想 你可以想一想 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解采 谢谢大家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8773 8859 8773 8859 以天花屠龙 刀就扶壁 力上加力 号令古灵 神语争锋 运达投顾 熟悉操盘团队 金流大师洪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码专案 现实实施中 02 8773 8859 8773 8859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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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台股指博士 我是高维旭 请是 老师 不是事后诸葛 我是看陀说故事 是你们事先给你做一个说明报告 来 7月25号 请放大 谢谢 来可以放大一下吗 这比较小 谢谢 7月25号 8月30号 9月26号 10月19号 12月20号 2月26号 4月12号到15号 6月19号 包含现阶还在验证当中的 9月19号 12345678 至少前面8个 关键的怀的转身点 回去都有跟你做一个事先的说明 而且重点是 也要有证据 7月25号 刘一强中止变 发生土耳其金融风暴 8月30号 将拉回 9月26号 10月份股灾之前 已经告诉投资朋友 包括会员也知道 软线建高点 出现异常 将做回档休息 10月19号 反弹将结束 行情路况能来是往下 10月20号 破9400点 行情路况往下 提前告诉你 机会点 先掠过 报股过年了 2月26号 行情路况往下 机会点 第二个买点 第一个加码点 第二个加码点 我们先掠过 10月12号 15号 行情路况 15号16号 行情路况将往下 有没有 5月28号的机会点 我们先掠过 先不看 6月18号19号 行情路况往下 发喊了 最近的 9月19号 是用9月20号 行情路况往下 不是朋友 有没有证据 有没有证据 我不是看图说故事的 我是看图说故事的 我只想跟投资片 有说明一件事情 当你在了解 回去老师对于行情路况的准确度之外 现在是来自于什么 你越早让我知道你的持股 你越早让我知道你有什么股票 你不晓得它是没机会的 要怀疑的转身 你越早知道你一天就少了至少有可能是10%的风险 为什么 因为涨停板跌停板是10% 跌停板是10% 你越早来找我 我越早可以帮你处理 你越早可以规避10%的风险 是不是 你越早来找我 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 回去绝对有人力证明什么 我靠懂行情路况方向吧 机会点我刚才是省略了 8次 从去年到现在有8次该华力的转身 回去都可以事先跟你做一个说明报告 你觉得我没有失利吗 你觉得我没有失利吗 你越晚的一天找我 你的持股的风险 就每天增加10% 我当然不是说你的股票会跌停板 可是这个空间的风险它就是存在住的 你不能漠视它或是做事不管 当你做事不管的时候 突然如果一个全面性的 无预警的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股票会不会有10%的风险 会 假设你今天有个500万 10%风险是50万 你每天就有50万 50万的风险在那边存在的 你越早来找我 我越早帮你做一个持股的调整 你越早来找我 我越早帮你做这件事情 说这件降低风险的事情 不是吗 可是如果要你自己做了 你会不会害怕 要你退场你会不会害怕 还是有些股票 事实上你是要留下来的 可是你都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根据 你没有根 而且你的判断 是多空摇摆左右摇摆的 因为你习惯看哪种为了分析而分析 我维序的分析是为了交易 不是为了分析你想听的话给你听 打到平盘了吧 这就是实战 这就是实战 谁可以在盘中9点半到10点 像委屈一样直接告诉你航行路况的看法是什么 做法是什么 你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的 而且盘中 重点是盘中 指数都在波动 个股也在波动 我跟你讲 如果今天要塑造一个神话 我觉得不会有人跟我一样告诉你说 盘中你今天要做什么动作 行情路况还是哪里还是往下 尤其是涨的时候 尤其是涨 如果我这行情路况往下 尤其是涨的时候 你看 谁会跟我一样 直接跟您报告 行情路况的看法 没有任何模拟两可的 我没有跟你说 行情路况不排除往上 遇到哪里又往下 所以你要注射这两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要支撑压力 如果这样的话 一旦支撑停住的时候 撑住的话 那不排除支撑之后就往上 如果今天盘面路要压力的时候 你要小心一点 往上遇到压力又要反转了 那种淡输都没有必要了 我们分析是为了去做交易 做合格交易动作 在这边跟你报告 行情路况将往下 我在这边跟你报告的时候 有没有给你淡输 说支撑压力 不排除往上 但是遇到压力的时候 你必须小心 或是支撑你要注意 有没有 没有 我直接告诉你 行情路况还是往下 请你要偏空操作 华力的转身 不是偏空操作 修正 叫做空出资金 我还没有请你他放空 就把话修正一下 请你要花一对转身 保留陷阱 黄金路况是往下 跌了 我没有实力做这件事情 投资朋友 如果你们觉得 你们要加入投资 加入老师的会员 你必须用一样的标准 去检视所有的人 第一个 有没有实战的经验 第二个敢不敢在盘面上告诉你行情路况的方向 那你真的在交易的时候 还没加入会员的时候 你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赚得到一些钱 或是避开一些风险 而且第二个是什么 讲的跟做的是不是一致的 个股是不是讲一缸子的股票 然后只挑对的来讲 然后错的大多数都不讲 你要加入会员至少检验这两项 因为我认为这两项会扯到什么 扯到一个诚信 但我觉得诚信是所有的做人 各行各业或是包含私底下做人 是基本的基本消费 他不应该是拿出来跟你说 我好像很有诚信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是做人的基本消费 言而有信 言出必行 言行合一 这应该不是我们做人的基本消费 可是却要在这个时候跟投资朋友讲 我也是觉得 有点无奈 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目上讲 所以我只跟投资朋友强调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的老师 或是你看的所谓的专家 能不能跟台面上有坚持的看法 而且方向绝对是明确的 没有任何诞书的 第二个你的老师可以做得到 做得到 言出必行 言行合一 可不可以这样 那你要我们去看别的 你想要加入会员的老师的情况之下 你也要一样的标准去检视委屈老师 是不是也是这样做得到 如果是的话 你再加入会员 你才会觉得会费是值得的 因为会费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因为当有一个老师 他可以带你避开风险 掌握机会的时候 那就不是会费会不会打些 假如会费之后反而没有赚到钱 是你一定会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走 去运作 为什么 因为你跟着老师 他可以事先让你知道 行情路况的方向 他说的跟做的是言出必行的 言行合一的 那你觉得 你会费是无问题吗 不是 你在考虑说你可以掌握机会的时候 你可以再想的是 我可以这波可以赚多少钱 不是吗 我避开风险 在下一波机会 我可以掌握多少钱 有很多会员是这样 避开风险的时候 我们会讨论 老师你觉得下一波机会掌握住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股票 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怎么掌握机会的 我们什么时候要切入进去的 有一个投资顾问在你身边 给你一个中肯的建议 带着你做交易 我们不要说会不会很快就赚回来 但至少你走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 你选对人了 不是如此吗 大多数人必须说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活在所谓的同温层里面 活在所谓的什么 想要分析 为了听分析而分析 不想要活在次温层里面 所以大多数人 在高档的时候 请你买股票 你绝对买得下去 因为他告诉你 前波高点不是高 投资朋友 你怎么不在这个时候 跟投资朋友报告 要往上 我有没有在这个时候给你报告 8月20号行情路况往上 8月20号行情路况往上 来 8月19号传证稿 是用8月20号行情路况将往上 这个时候请你买财是重点吧 这时候请你华力转生 也才是重点吧 可是大多数人 在当下不敢买股票 然后一定要到 8月20 9月20号之后 哇 整个产业都好了 消息面都出现了 才要经常去买股票 所以大多数人必须输 有些绝对有机会 带你赢一场什么 你以为荣的战役 但执行力在于你 执行力在于你 你可以考虑一天 你可以考虑一个礼拜 你可以考虑一个月 甚至你可以考虑一整年 观察维续 是不是具备 我刚刚说刚刚那两个条件 行情路况永远事先 跟你做一个说明 各国操作 避开风险 能不能避开风险之后 可以掌握到机会的 一年只要赚一次 波段 就够了 一年只要再避开一次 往下跌的那个幅度 你就够了 我续续做这两件事情 我就做这两件事情 带你避开风险 避开一段跌幅 带你掌握 一段的涨幅机会跌 这样就够了 不用那么急急医医的 每天要做交易 只要懂得避风险掌握机会 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一场 以你为荣的战役吧 你可以等 一天 两天 一周 一个月 都没问题 因为选择在于你 可是我跟你报告一件事情 不要等到行情路况 真的往下 很明显的时候 你才决定要加入会员 因为你越早加入会员 你每天的10%的风险 基本上 基本上 我都可以把你控制缩小 你晚一天就多10% 晚两天就多20% 晚三天你就多30%的风险 你要成为这样的人 决定群在于你 最后祝大家 周末愉快 操作顺利 我们礼拜一见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就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毫无资风险 电风采金台 为投资人 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师阵容 直播现场 急问急答 谈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动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一天一家屠龙 刀剑国币 力上加力 号令鼓林 神语争风 运达投顾 熟悉操盘团队 金流大师洪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今晚专案 现实实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一天一家屠龙 刀剑国币 力上加力 号令鼓林 神语争风 运达投顾 熟悉操盘团队 金流大师洪老师 掌握资金动向 筹码专家高老师 透析主力筹码 今晚专案 现实实施中 02-8773-8859 8773-8859 一天一家屠龙